香港六月以來發生的社會動盪和騷亂 是因為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女士 一手以一個收訂逃犯引渡法而起 由於她本人和政府僵硬和好面子的傲慢態度 引起香港的商界、廣大市民和年輕人極度的不滿 因此事態的發展導致香港人 尤其是下一代對於普選前景和香港本人的定位 引起非常深刻的反省 但特區政府將這些動盪歸咎於 第一通識教育 第二香港所謂的地產霸權 其中通識教育又被人拿出來說 說這是引致一些政治意識的入侵 導致小朋友反政府 我瀏覽過一次很多年的通識教育的題目 我覺得這種指控是非常荒謬的 我曾經分析過一題 這叫韓國的粉絲的現象 在全球化之下是一種現象 好還是不好 大家都說這是跟中國的政治沒什麼關係 另外這一題我今天繼續研究 是2019年其中一題就是這樣說 在香港保育歷史建築物方面引起爭議 這題引用了新聞報道 讓學生向這個方向思考和觀察 這個新聞報道說在香港的歷史建築物中 大埔和中區的警署教委行運 然而不少其他歷史固執 它變成廢墟或可能面臨清賊 於是他問什麼呢 解釋在香港的保育歷史建築物 有可能引發力爭議 第二就是文化保育 應該在香港的城市發展項目中 獲優先考慮你是否同意者的汗法 並予以解釋 首先這一題已經傾向於反政府 因為新聞報道中引述社會政策分析家 他們的答案都是不滿意 這個特區政府因為高地價和土地政策 受到發展商擺佈 對於保養歷史文物的態度不夠積極 怎樣回答呢 首先你要說香港的歷史由184年開始 對於所謂的歷史保育項目 我們很難跟歐洲、西班牙、法國相比 更加難跟中國相比 因為中國有很多中原古鎮 或者山西的歷史的舊建築 最少都到明朝、清朝甚至更加早 我們香港其實在這方面的歷史短 最穩陣的就是仿效特區政府官員 這句一定要有 就是要在歷史文物保育和經濟發展 特別是建屋之間會謀取一個平衡 這一句你一回答 我想沒有人敢扣你 因為你要知道現在香港的施政是一班平庸 說一些貌似滴水不漏好平衡的說話 這題如果你叫我回答 我會有很多看法 例如這些專家說 深水埗應該保育社區人民部分 保育本地文化 例如土瓜環的港式茶餐廳 港式茶餐廳一定是一些私人企業 是由老闆開的 做生意的贊同事是由老闆負責的 那你叫政府怎樣去保育一間茶餐廳呢 是不是政府應該向一個茶餐廳的老闆 收購來由政府去做呢 如果你政府去經營茶餐廳 就變成了國營經濟社會主義 但如果不是 這個土瓜環的茶餐廳 應該不要倒閉 我如果做到沒有生意 或者特區政府多做幾個反送中風暴 不要說土瓜環的茶餐廳 就算文華酒店 類似的扒房都要倒閉 所以這一句是違反了香港自由市場 經濟基本法裏所制定的原則 如果你要保育茶餐廳 那上環的叫做連鄉 你又應不應該保育呢 如果連鄉 鄉大做做沒有什麼年輕人去光顧 慢慢那些老人死了 然後他入不夫之 那個店舖又不是他買他交租 那時候政府是不是應該津貼他交租 保證他每個月有100萬的利潤 然後防止他倒閉 如果是這樣就中國大陸的制度 這個點子其實你可以提出來 是為政府辯護的 你說其實第一 怎樣去界定這些古老文化 茶餐廳算不算 怎樣為之叫古老 第二就是我要保育的一個過程 政府到底是要擔當什麼的確認 你也可以說 本來有一個景然里 有一個河東花園 這些都在香港一個法治社會裏 制定的一個自由經濟 這些原則就產生很多衝突 喂 那個組業是我的 是嗎 用了六代 現在我喜歡賊 這樣行不行 好像九龍塘的李小龍的故居 又是 很多人覺得 這個假假地都是國際巨星李小龍 一個真的可以被各地影迷來憑吊的地點 那政府是不是應該收購呢 這些都是很有爭議的話題 我覺得就是 面對一個很清晰的 譬如說命人的故居 例如李小龍 政府應該去衡量一下 他值多少錢 如果在他的價值 是差不多一億或者八千萬 在每一年 他的庫房收入有盈餘的大前提之下 是可以由政府撥款 將他收購 然後政府再找多兩千萬人去裝修 然後將他擺持 可以收取門卷 因為收取門卷日後 是會有一個收入 是會令政府花費了一億二千萬 不會打水票的 你用一些實例 是來說明 在保育民物和經濟建設發展之間 如何可以達至一個平衡 這樣就可以取公分了 更多途徑 更加方便 立即加入我們 WhatsApp Telegram 和Instagram 來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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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行